这都什么样了 就有一种人家根本都不理她 她非要往人家身边贴的感觉 就自从有了这破窝 我感觉茶茶对这破窝都比对我好多了 以前吧不管再干啥 看到我过来了 好歹呢她还凑过来瞅我一眼 现在 茶茶 茶茶 你搭理我一下行吗 这还不算 为了方便换洗 我就又给她买了个不同颜色的同款窝 结果 人家直接开始给窝喂食了 我就纳闷了 你们说这窝它连个嘴都没有 它是怎么想的呢 茶茶我跟你说 真不是我嫉妒你这破窝 主要你这样对身体不好 来松开给我 跟我斗 你看我这不就手 手 把原本的棉窝撤掉以后 因为担心它冷 我又把我去年买的这个棉窝翻了出来 因为这个表面不是那种毛茸茸的 我估计茶茶应该不会再去蹭啊蹭或者是喂食了 我觉得 我可能要负宠了 结果 你谁呀 你打扰我和老婆睡觉 好 怎么应该不会再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